打上鐵板好幾顆荷包蛋 同時翻面堅熟 台南這一間鐵板燒 用餐時間人潮滿滿 最讓客人開心的是 業者宣布 蛋類商品調降5到10塊錢 因為我吃鐵板燒 我都會點荷包蛋 這樣的話 我就會算賺到 也沒走差 但就是滿有 應該算有誠意吧 算是一個優惠 就是會更吸引別人去點它 降價就是賺到 大讚老闆佛心 因為蛋價連三週調降 老闆乾脆把價格回饋給客人 現在蛋有連續降 所以說我們建家 就想說優惠給客人 畢竟現在什麼都在找 除了鐵板燒 也有蛋糕業者 跟進蛋料降價 高雄追接賣古早味的蛋糕 有甜有鹹 製作蛋糕的原料 必須要用到大量的雞蛋 隨著雞蛋降價成本變低 買蛋糕也能省15到25塊錢 因為蛋現在有特價 就是定時的回饋給客人 然後價差大概便宜一個 15到25塊吧 但價下修小本生意 降價讓利 雖是同版價格 但對客人來說 Kimoji好了 就會再度光臨 小禮請問楊順群 會喜歡賭什麼島